目前我们看到 全球累积新冠病毒感染人数 已经是超过了6000万人 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发展 其实都得益于疫苗的成效 以及大规模接种的程度 那么这其中又有哪些忧虑和憧憬呢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即来连线 国号资产管理首席投资总监 杨俊文先生为我们解读一下 艾文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也是看到首批辉瑞的新型肺炎疫苗 也是抵运到英国多间医院 也是准备在周二就开始安排国民接种 那英国也是有望成为 首个大规模接种新型肺炎疫苗的国家 并且是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那么目前来看市场有哪些期待和忧虑呢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基本上就是 不论是中国跟美国的疫苗都已经就是开始或者非常接近这个使用的阶段 就是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疫苗对于整体就是这个肺炎的控制 就是可以有多少的控制的程度 因为风险主要是风险就是不知道 因为之前都是研究阶段 就是跟吸引阶段 而且就是这个吸引跟传统的这个疫苗的技术的时间就是差 因为经常技术这个疫苗的时间是用几年的时间的 现在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弄了一个疫苗 变成了这个吸引阶段的时间就是没那么长 所以我可以说就是这个疫苗最后就是有什么的作用 或者就是大规模接种就要对整个的影响有多少 会不会有其他的对心理体的副作用 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这个是全世界都是特别的紧急在批诊使用的这个疫苗 这个就是这个疫苗本身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担忧 对于市场来说有什么期待跟用力呢 基本上可以说全球的股市 特别是美国中国除了香港之下 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包括欧洲就是德国那些 日本那些地方全球的一个股票的指数都已经是参数这个新高 或者就是利息新高 而且基本上每天都在差新高的一个状态 原因就是一早就是已经预期了这个疫苗 有了之后全球这个肺炎的基金就没有了 这个经济就重启了 就是国家的工业的生产都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就是全球都不停的推出这个周期的基金跟运准的基金 变成了市场上就非常非常多的流动性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最新的一个反应的一个东西 后来就是经济 但是问题就是来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知道预期的时间永远就是这个患者阶段是最好最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股市的情况都是最好最好的 反而我觉得就是这个疫苗开始之后 已经会出多少的问题 出问题之后就是变成了原先这个落冠 就是已经从3月月落冠到11月的情况 就是这个落冠的东西反而变成了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股市会因为这个疫苗的最初 就是对于这个指数的倡 一路往上走的会有一丁丁的影响 对于个人来说对市场来说 有疫苗开启的对股市来说都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对整体的经济来说 对整体的协会的影响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因为无论这个疫苗有什么不好的不良的反应 这个也是可以预期的 都可以就是把这个肺炎的东西 会一步步的减退或者这个消灭 就是这个完全就是其间问题了 其实如果是从今年来看的话 好像是哪个国家的防控如果是做得好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就可以达到一个先人一步的状态 那么想请问一下明年的情况 明年2021年全球的经济发展 是不是要基于这个疫苗的一个大规模的接种 而您刚刚所说的 好像这个疫苗的一个大规模的接种 与股市可能要呈现一个悄悄板的反应了 您觉得在这个当中哪些市场会率先跑出 而且这些国家有关疫苗的时间表现在是如何的 是不是到了他们要普及的时候 这个市场就会掉头向下了呢 这些人的情况在英国已经开始使用了 美国也基本上在越中越越低的时间 也开始大规模的接种 中国方面基本上就是已经把第一批的送到印尼 再点一个情况就是说 它自己本身已经弄得很多 因为如果自己弄得太小的话 基本上没有可能去出口的 而且就是它是把原材料送过去 让他们自己去弄 所以变成了就是这个大规模的接种的情况 就是应该非常近非常近的一个情况的 在2020年就是今年 可以说就是有一种大的国家来说 中国的感染人数是最小的 美国那边的感染是全球最多的 边上就是新的国家 就是中国最起码就是经济方面 中国的增长是最后的 也可以说就是全球来说 主要的经济体只有中国在增长 美国那边基本上这个 这个经济的倒退就是差不多是20年以来 年代以来就最差了 基本上就是接近这个世界大 这样那时候的对经济的影响那么严重 但是到了2021年就是明年 就是才不过是几个星期的时间了 我觉得这个情况呢 就跟这个肺炎影响就不这么那么大 因为呢 今年很多时间都是一些预期 就是一个预期的情况 预期有很多东西会出现啊 会有不同的一个 西级经济的方案 但是到了2021年就是不会再有这些东西去出现 因为它已经有了 经济就是变成了 你又看到这个飞煙没了之后 这个经济真的是恢复得有多快 变成了这个股息跟这个经济的挂欧 又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就是这个最长的 最多的一个云作的基金 都不会在2021年出台的 应该就是2020年是今年已经出台了 所以变成了明年 我觉得在今年 解释的节目厉害的一个年份 就是会不会可以在一步步往上走 或者在不停的创新高 我是有疑问的 那么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 Evan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是去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给你带来的 在哪里 的 我正好 那你在哪里 我最后填 我最后填